这个群组直条图 你除了要左右 如果当时间间距很长的时候 你必须要左右调整 那你可能拉到后面的时候 已经忘记了前面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形的情况下 建议还是用折线图 就是当时间非常长的时候 还有折线图有一个缺点 就是当它变成扁形的时候 你会感觉它的一个变化性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好 这也是会让它失真 所以直条图一定要维持一个正方形的比例 正方形的比例 就是画图的区域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可是很多人就是连画直条图 他都没有要求画图面积 必须要维持一个正方形这件事 请你们知道就好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要介绍的是 就是因为它要维持一个正方形 所以你只能维持这样子的大小 好 那接下来 对我先介绍一个功能好了 就是当我这个地方 当我这个地方 我希望这张统计图表要有框线 所以你要知道在格式 然后一般效果 这里 视觉效果框线 然后接下来做好了它的设定之后 复制格式套用给它 它是不是就多了框线了 好 感谢观看